那因为我年纪大嘛 因为你刚那个感觉 我三十年前的印象最深刻 我三十年前当记者 那你就是现在多多大 啊好了 我是你爷爷背了 恐龙背了 我那时候当记者 去那个现在缅甸 柬埔寨的那些地方去采访 跑进去 也是跟一个老外 他摄影我采访 我的感觉又跟你一样 当时还没开放呢 去到哪里的地方 我以为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什么秘密的丛林 总是突然就看到 有人在两坡树中间 吊着一张那个摇床 布床 上面躺着一个金毛的老外 还喝着可乐 你看到嗨 我就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然后他们总是能够用 很奇怪的 很冒险的精神先跑去 所以要延续下来 可是公道一点说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坦白说在欧洲也好 全世界任何角落 你都看到我们华人 年轻人 也会看到扛着包包 蓝蓝褛褛的去 可是有一个特点 我不确定美国情况 反而是亚洲 至少华人 这样去探险旅行 以女性为多 我们可能在欧洲 某个很小的地方 看到像蒋方舟 一个年轻的 来自中国的女生 被一包包走 也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鼓励女孩子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也会出事的 那也保护自己 中国女性在那个穿藏公路上 搭车的那种 搭车的 你总不能因为这样不出门 在香港跟台湾 都有一个词 我不确定 我们以前有没有谈过 叫飞机场分手 争候群 飞机场拜拜 通常男女拍拖 比方说在香港好了 那个女生 女朋友跟男朋友说 我们去日本 两个礼拜吧 旅行嘛 男生说不行了 我不去 你去吧 你找闺蜜去吧 因为他要考虑很多 要工作 因为他以后又养家 然后养妻活儿 又工作 我留下来好了 赚钱你去我 对你去 好 那就那个女生 就找个闺蜜就去了 好了 过了三个月 女朋友又说 我们去欧洲 去法国 去巴黎南部 去法国南部 去哪里吧 我不行了 我要工作了 又什么 那你去 然后去了两三次 每一次去 男朋友送去飞机场 拥抱 亲嘴 告别 哭 然后回来 接飞机的 接飞机也是 哎呀 好高兴 亲嘴 经过三次到四次 通常那个女生 下飞机回来 男朋友再去接她 女生就在飞机场 跟她讲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发现新生活了 眼界开了 那是很悲哀的 因为你出去旅行 就像刚两哥 小罗说 生命什么都带不走 这是体验 那体验会改变你 所以女生 去了几次之后 眼界开了 想法好了 当年也不排除 在外面交了个男朋友 所以回来 就嫌弃那个男的 觉得 就在这样 你的生命世界 就是赚钱 一种没变 对没变 然后他不会想想男生赚钱 这是可能补助你女费 什么 对 就这样被爱的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 就是我后来觉得 大家觉得男的喜欢新鲜感 但我后来其实觉得男的 其实都是经验主义者 就男的其实很愿意省事的 品牌的忠诚度也很高 但女生其实还是更喜欢新鲜感 就我我其实在大学 在上大学之前到高中毕业 那个那个那个暑假 然后我自己去了一些县城 我就有一些特别奇妙的感受 就你会发现这个空间的远近 它会造成一种时间的差距 就你有时候去县城 你觉得他们的娱乐 是我们五年前看到的 是的 其实你觉得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就有一种特别奇妙 和特别文化隐喻上面的体现 就有的或者更偏远的地方 你发现他们那个画报啊 吃的东西啊 就是那个小卖部的品牌 是十年前流行过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县城的新鲜感 是很强的 罗朗你有这个感觉吗 你到中国乡间去 其实我 我也是偏这样的人 就是 也不像男人 就是像女人 有人说过 其实我也 真的 真的吗 就是我 但是有一方面 其实人都是有两方面 对吗 我就像我找到一个好吃的地方 我一直都不会变 我就每天就可以去那个地方吃饭 然后偶尔我觉得生活就比较舒服 那我就可以 我为什么要变 生活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去旅游的时候 是因为我了解我自己这方面 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你是在哪个家庭长大的 我们都是经济之王 你必须就是 除你那个舒服的范围外 开始往外去体验一下生活 不一定是你会喜欢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最好的朋友张义 就是你们那儿湖北人 史燕就跟你说的 就是他带路的 他是刚从西藏 骑自行车 回到北京 然后跟我分享这条路的一些故事 我就觉得 这个事我应该去做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些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路边睡觉的 就是去一些有一个信息 没没冲凉的地方 确实是有各种样的经验 但是到现在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一个经验 比如说有什么惊心动魄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觉得一周不洗澡就已经是进行动魄了 其实酸甜哭辣的故事都有 那个时候背背那个野狗咬了一口什么的 就确实是有很多 当时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也不是那个 当时我遇到很多人 就是我去看他做一个什么面 或者是一个菜 还是种地 还是我在陕西去给人那个煎羊毛 就说你可以住在这 你帮我们种地 然后煎羊毛的什么 你都曾经当过别人的这个奴奴啊 不是这个劳工啊 放羊呢 真的 有一段时间确实是 你靠这个换取人家给你提供食素 反正这个就是一种礼貌对吗 尊重别人 就说我不是 因为其实这些人就 就看你一种怪脸 他们就会说 这个你是哪里人 美国的 富裕国家 你看你头发长了 就没有修边的 脏胡子的 破烂的鞋子 你自己也需要剪剪毛 有一些人就觉得我是脑子已经坏了 脑子坏掉了 对 你哪有进水的 就这种的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你们这种传统文化 我觉得是值得去了解 值得去保留 而且我听说你还在成都 就开启餐馆来了 做了一些私饭 就解答朋友吃饭的那种 我觉得程度生活节奏确实挺慢的 他们就当一个群体来说 就是集体的思想 就是享受生活 喝个普洱茶 绣长城 对吧 就是大麻将 就是这种的有插管 这个就是他们党地人文化一部分 所以去哪种城市 方舟刚说的时间空间的感 我也很强烈 对 我第一个我不太喜欢到大陆 比较三四线城市 也很简单 他们听不懂我的普通话 很奇怪 对啊 你的语言跟他们 他讲的比我好 你比如说你到那些西北西南地区 你跟他们沟通有发生什么故事吗 有一些地方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有一点难 就是到时候我就去找一个人会讲一点普通话 然后说我要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你给我挤下来 就像就说新疆那个地方 我要去那边了解他们的拉条子囊什么 当时我就问到就是老城区 最传统就是被人穿的就说 这个地方这小菩萨囊最好吃 然后我就要过去看看 他说你不能动手 你不能就进门学习这个东西 我在他门口站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就站在那儿 然后他们就学那个威文娱乐 就写了 我是一个厨师 我想了解 我很尊重你这个你这个手艺 我想了解这个东西 我想学习 然后我就这样就站在门口 到时候最后他让我进那个店里 学一天一天的时间 哎呦 其实沟通沟通有很多方法 没有没有 就像过去这个学武功的徒弟 在师傅门口跪一个星期 跪一个月 那朗哥下回高科技一点 拿个翻译笔 我要学厨艺 然后翻译为当地 对啊 像我去内地很多地方 他们听不懂我普通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软件 可以把语言翻译为英文 法文 语文什么都有嘛 没办法把我的港谱翻译为 上海话 什么成都话 四川话 其实鸡通鸭讲也很有意思 那会麻烦 其实我刚想说的那时空的感觉 所以我去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时候 看演唱会还说 你香港来的 我太高兴了 明天去看演唱会 我说谁呢 我以为是什么张学友啊 张惠美 他说费祥 费祥爷 我说不是七十多岁了 有个定律 有个定律 就是说在香港 台湾 以前很红的歌星前辈们 慢慢年纪大了 慢慢不红 可是呢 一直往西走 往西走之后 还是有他们的市场 所以费祥先生 还能在那边开演唱会 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 我们也得想一想 为什么把这个罗朗请来啊 就是他去过那么多的 二三四五七八线城市 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也要 打开那的市场 但是你打开那的市场 你先要了解那的市场 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数据 为什么我觉得 罗朗去过的地方 可能比我们这个中国人 对中国的了解啊 还立体 因为呢 现在都讲北上广 你知道北上广的面积 占全中国的面积 百分之零点三三 加上15个 他们现在叫新一线城市 加上15个 也就占全中国面积的 百分之三 那么在百分之九十七的 广袤的土地上 我告诉你 有大约三百个地级市 三千个县城 六万个这个乡镇 还有几十万个 不是四万个乡镇 六十六万个村庄 然后人口呢 是百分之七十 所以现在的商人 做买卖的人 你要能把买卖 做到这个市场 下沉到这个市场 那不得了了 对 对吧 对 就像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那个北上广 其实就像是 就像是盆景一样 而且我们都生活在 自己讯息的同温层 你大家朋友圈 每天都是焦虑996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 其实你在县城 它没有这种问题 然后我最近开始看快手了 就是我很喜欢看快手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快手上面有一个人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造了一个飞机 虽然只是一个飞机的模型 就是一个A320的一个模型 造了三年 就是他把那个整个过程 每天直播 他造飞机的过程 然后你说他会为996 这个焦虑吗 他就不会 他在做一个特别有梦想 特别浪漫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是不是这个文艺工作者 应该把目光啊 和这个好奇心转向现成 好像那比城市生活 更丰富一些 对 但是呢 你跟他们 还是不是在一个状态 现在就是说 叫一线大城市是江湖 二三四五线城市是道场 你说道场什么 就是修行 其实你的生活方式 有点像找体验 有点像修行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很道错 就有一个心理学家 马斯洛 那美国人怎么讲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 人呢先满足了生存 然后再寻求精神的满足 对吗 可是中国现在 有一个什么奇观呢 就是北上广的 这个大城市的年轻人 你看他们下的那个软件 比如滴滴啊 或者什么 都是我的工具 外卖啊 让我节省时间 让我能够更快的挣到钱 反而他们是在忙着生存 那倒是三四线的呢 他们又这个慢生活啊 他暴露出 就对他来说 他下载快手啊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抖音啊 这特别火啊 就对他来说需要满足的 反倒是时间需要消磨 反倒是这个精神世界的 这个需要填补 需要有娱乐来填补 你看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有意思啊 之前人都认为你要到一个异线城市 这是北上光 这个地方才可以发展你的 北上都钱都花光 基本上是 对 因为这三个城市我都住过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要走到最顶级的一个职业的水平 你必须得去这些地方发展 要么是这样 要么是这样 只有这两个选择 但是现在就是科技方面 就是上我们所谓的软件 就是让原来远方的东西靠近一点 而且你不用去找它 它是可以去找你 都是连接 连通的对吗 我觉得就是看看你要寻找 就是寻找什么样的生活 你追的东西是什么 我问你啊 就是你比如说 它实际上现在啊 这个是个全球性的趋势 逃离伦敦 逃离纽约 就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了 可是他们讲呢 这里边欧美和中国还有一个不同 比如对于欧美来说 我如果从大城市选择去一个乡镇去生活 这不代表我的社会地位 或者社会层级的下降 对吧 这贵族 英国贵族到哪 在村里 他也是贵族 对吧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 就是这项望着那项高 这话都会说 就是就是我 我觉得哎 我这个地方就是永远 永远没有出去过 那些都是很光亮 就是很值钱 就是很值得我去追 去了解去碰一下 但是到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这个和我想象是不一样的 反正我就能说是大城市 我不是特别适合住这些地 长期住这些地 因为我觉得生活的节奏太快 真的太快 我觉得我想享受我的生活每一分钟 不但是我洗衣服也好还是什么 偶尔我就会选择 其实我的生活也忙 我会选择自己用手洗什么东西 还是不要用电脑 还是手机写一段东西 就是用纸和笔 因为我就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一部分 我不要离它太远 不管是这个科技是发展的多厉害 但是这个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 叫什么卢卡斯 他讲一句话 他也挺有意思 他说那个 如果不是为了跟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承受曼哈顿的高房价 那么你看像你讲说 现在大城市人都是孤岛 可是实际上你们为什么 你们不还是往里 你们要往这里挤呀 比如说我认识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都有一个 开文艺青年 都有开一个小书店的梦 就觉得因为大房 大城市 它的这个房价也很贵 然后地段也很高 生活节奏也快 觉得承受不了一个小书店的梦 到三四线城市开个小书店 然后那个地方 我一个人很孤独 我会怎么样过日子 这应该就是最纯朴的一个思路 这就是城市的人的魅力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 大概许多年前 台湾有个做 二十年前做电脑大企业 大企业家赚很多钱 然后他回到他的故乡 大陆叫黄阳村 开展了一个工程 他在那边 他爸妈的故乡 投下很多钱 那地方很穷 他说要干什么呢 这么穷呢 因为那些小孩成长过程 看不到世界 要去北上广打工 离开家里等等 所以我做什么呢 我是搞电脑的 然后我有钱 deep pocket 口袋够深 然后丢钱下来 我要接你 叫千箱万财 你们不用出去 每个家庭 每个小孩 一个电脑 而且连接网络连接了 把世界的窗户打开 什么过来 让你们在那边 也可以学习上班 很大的计划 做了几年之后 没有很成功 那些小孩还是跑 去追 他的员工去问那些小孩 你不是可以跟家里在一起吗 跟你洗澡 什么都可以享受 对都在那边了吗 你干嘛还要跑吗 然后其中很好玩的 那个报告 好多小孩都是说 我受不了啊 我难以想象 我一辈子以后 就是跟这些人 一起出生 一起成长 一起到老 你就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意思是说 甚至说 你们相处很融洽的 在美国一些community 一些社区什么 很好的 大家每个人认识 每个人什么 So what 我一辈子就跟你们在一起 不是说你们是不好 没有新鲜感 不是不好 是不够 我的生命还有更多的追求 所以刚刚文涛说 我们要什么下沉啊 这么开脱 好 你有你的录像 可是我觉得 我们要更有大致 我们要国际化 以后援州拍改 英文版 语文版 法文版 你要这么想呢 往外打开 我们的命运就真的下沉了 来死亡了 我连外语都不 我也算跟上潮流 所以说我觉得 你看咱们为什么找罗朗啊 我明白了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啊 有一个概念啊 叫异乡人啊 其实你看啊 他反倒像是陶渊明 陶渊明你知道是谁吧 他反正像是陶渊明 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啊 好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像他如果到西北 还是到西南 其实你反倒能观察到 比如说是这个 艾艾远人村啊 衣衣须里焉啊 什么久在繁笼里啊 富得反自然 回归自然 陶渊明呢 实际上是个做官的 对 他到了农村 他能带着纽约人的眼光 来享受到这个 可是呢 在那个地方的人 看不到 他们是不自觉的 我们还是想象着 到乡村去 他们应该穿着这个蓝布的 朴素的 朴素的 民族服装 麻痴的民族服装 可是实际上 他们已经变了 我去贵州 好 你知道 其实你也很为那里的人民高兴 因为发展旅游业 他们日子不用那么苦了 但是呢 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 是一个村的演员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们一个团 去导游提前在车上 就跟那边打电话 然后那边村里说 哎 旅游团 又来了 好家伙 家家户户 开始化妆 是 都有那个粉末登场 他平常不穿民族服装 然后你知道吗 我一 我们一到村口 我一看 一帮黑 就是脸化黑了的兄弟姐妹啊 哇 去捷呆你的 就来了 然后啊 就是跳着舞 把你拉到他的家里 然后就让你感受他们的生活 可是等我们走了之后呢 还会卸了床 该感觉 重点是不确定他是最好的 可是他是觉得那是理想来看 对 好多年前在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有个漫画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漫画 就在一个原始部落 那些土著 原住民都在那边 其实都喝着可乐 看着电视 听着收音机 然后第二张漫画就是 有人用望远镜看到 有条船来 马上就告诉他的同伴们 哎 美国人类学家来 赶快 赶快准备一下 准备 第三张漫画就是 他们马上把电视机 收音机 可乐 扫到床底 然后把他们那个 把脸就像你刚说了 化妆啊 化了油彩了 全化 拿了盾牌啊 出来跳给美国人类学家来看 而且他们 说回那个漫画 说回现实的 对啊 那些地方的美学也不一样 化妆 我记得我曾经跟几个朋友 去中国某个地方 异教 教了一阵子 然后结束的时候 当地的人很感恩嘛 举行一个晚餐 来感谢我们嘛 是一个晚宴 他们当然是穿上 大红大紫的袍 然后化妆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美嘛 他们这个村子 在他们的眼里 他们觉得 北上广来的人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在贵州的西边 魏宁的上面 就开花村 一个小小的地方 都是小熟民族在山上 每一个春节 我就会去大概一个月 帮他们载年珠 什么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是骑摩托车 那时候 开始 10年 从卫宁 到前洞南那块 就是挨着广西 也是我一个 我认识的一个 一个洞族的朋友 然后在洞宅那个地方 他们那儿没有路 只有一个这么宅的土路 就是骑摩托车上去 然后去的时候 他们穿的就是那种衣服 他们是天天唱歌 因为唱歌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所有以前这些 民族的历史和故事 什么就是在他们的 那个音乐里面穿下来的 然后他们吃的东西 也对我们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 去的时候 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白天唱歌 晚上唱歌 就是一直在唱歌 然后他们做的吃的也是对一个厨师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过了五年之后 我回来 已经铺那个水泥路 上去就是非常方便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认识 因为都已经改变了 去的时候 我是刚好因为要回去这个地方 录下来他们的歌 我就买了在美国一个很高级的那个录音机 到从这的时候 我就问这个老太太在哪里 她说在那个地方 她的家已经变成一个小埋布 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零食可乐这个东西 衣服已经改变了 不穿他们自己手工织布的那个衣服 喇然的衣服 然后有那天晚上我就说 我带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可以录下来说 哎呀不想唱歌 第二天 我就是在他们房子就原来住的那个房子睡觉 第二天早上就是这个旅游团有那个面包车一个一个来 孩子都准备好穿他们的传统民族的衣服过来唱歌他们就是在家家呼呼的家他们准备点东西吃个饭他们就参观一下那个小袋子然后就走了 当时我想到一年以前的那个去宁夏骑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就是我看你一种鸟叫画眉 画眉 画眉就能唱歌很漂亮的 对 然后当时我看他在一个笼子就是人有六鸟的那个习惯 然后那个鸟就开始唱 我就录下来用手机录下来 后来我在想就是你越好你越美 我们就要把你藏起来关起来在一个笼子 我也是人 我也想发展 我也想看电视剧 我也想吃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 对他这个比喻特别好